貝克街 偵探福爾摩斯的代名詞 有人說記者想偵探 從蛛絲馬跡找出真相 但記者也不只是偵探 調查的不僅是獨立案件 更是事件背後的系統弊病 丁貝克街1981 跟著天下記者的腳步 走進新聞現場 抽絲剝繭 找回公平正義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貝克街1981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 天下影視中心的總監李洛梅 我們這個貝克街的節目很新 其實才第二集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應該要再 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節目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偵探迷的話 應該對於貝克街很熟悉 因為在倫敦的貝克街 就是福爾摩斯事務所的位置 所以它就成為了這個偵探的代名詞 至於這個1981 是天下雜誌創刊的年份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元素加起來 其實就是這個節目的內容 希望能夠幫我們的聽眾帶來 這個天下雜誌 我們除了非常強項的財經跟國際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領域 也就是調查報導這個內容本身 那其實除了報導之外 我們希望在Podcast裡面 能夠聽到更多幕後的故事 還有這樣這個記者採訪的干苦啊 有時候甚至是非常驚心動魄的一個過程 那上一集其實我們討論了 全台灣廢棄物氣質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還必須要跟這個黑白兩道來打交道 那今天我們要把這個調查的目光鎖定在 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引發的論戰 那其實我們發現看到的問題 還是一樣非常的驚人 那節目現場呢 是一起參與了一塊豬肉之旅的兩位記者 首先呢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天下雜誌資深傳述 康玉萍 大家好 我是天下雜誌的記者康玉萍 另外呢 還有是我們的天下雜誌的資深記者江慧君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天下雜誌的江慧君 好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節目開始 在做這個題目之前 我想要先來問一下康康 我們其實私底下都是叫玉萍叫康康的 我覺得我們就podcast講求真實 我們就稱呼康康 康康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的哪一個點 開始誘發你想要做這個題目 其實就像我沒剛剛說的 因為其實到底台灣應不應該開放 韓瘦肉精美豬進口這件事 其實已經吵了好幾年了 就是從那個陳水扁當總統的時代 然後經歷馬英九 到現在又回到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的時候 三任總統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長達十幾年的一個論戰 到底要不要開放這件事 所以應該是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跟台灣的經貿 或者跟台灣的食安 產業很密切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一直都有關注 那為什麼會想要在現在做 其實是之前就是我們組 因為我們是天下雜誌組的記者 那其實就有聽路線上的消息來源說 很有可能會開放韓瘦肉精的美豬進口了 就在最近這個時候 因為其實大家 各位聽眾如果對政治比較有關心的話 其實應該知道說 現在是那個台灣跟美國 就是關係最好的時候 有時以來最緊密的時刻 對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會在近期 蔡英文會宣布開放這件事 那只是我們沒想到會 真的來那麼快 他就在八月底的某個禮拜五 中午就突然說 總統好像下午要開記者會了 要宣布開放這件事了 那我們想說完了完了 原本想說可能是 大概是美國大選 後 前後可能會比較底定 但沒想到就是突如其來 真的就在八月的時候 八月底 對先公布這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我們長期有在關注的議題 然後覺得很重要 所以必須藉由開放 宣布開放的這個時間點 然後跟讀者分析說 我們應該怎麼看美豬 開放進口這件事情 其實美豬早就已經進口了 只是這次要強調是 它是含有瘦肉精的可以進口 在明年的1月1號的這個時間 那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雜誌已經出刊了嘛 但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也想要來說一下 因為我會發現 我們蠻多這個 不管是讀者或是網友的留言 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天下做這個 怎麼好像是在幫政府 護航的感覺 但其實我就會說 大家沒有仔細看我們的內文 其實我們是因為 透過進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會發現 當政府都在強調 我們的溫體豬好棒棒 好厲害 可以對抗美豬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了 我們自己的溫體豬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 不論要不要開放 我們的產業都必須進步 我覺得我們要幫我們自己 要來強力捍衛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惠君 因為其實惠君是我們醫藥縣的記者 然後其實講到 美豬含瘦肉精美豬進口 大家都會先想到食安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這應該 你之前也忙了好一陣子吧 是啊 其實大家談到瘦肉精美豬 講到這個瘦肉精的議題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是老問題了 包含從2012年的時候 美牛在開放的時候 大家其實對於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的討論都已經相當豐富相當多了 那最後瘦肉精美牛還是闖關成功 但是豬的部分是擋下來的 那這一次呢 爭議比較大的是在豬的部分啦 當然其實先前在政府開放的時候 也做了一些相關的一些健康風險評估 但是我們就是從食安的觀點來講 其實現在萊克多巴胺並不會造成一個 很急性的一些中毒的狀況 這個應該是大家有共識的 長期的問題其實 還是有相當的風險存在 但是我們現在這些的健康食安的議題 其實並沒有相對是沒有這麼的急迫 不是很即刻會出現 那我們現在比較聚焦的是在 反正是國內的豬的產業 我們怎麼樣透過這樣的機會 是一個做一個提升 你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點嗎 採訪過程中 其實我相信所有聽眾 包含我們大家都是一樣 大家每天在吃豬肉 但是很少看到豬走路 對這一次其實印象蠻深刻的地方 其實我們大家要走訪牧場 走訪一些現場 然後跟豬農實際對話 看到一些養豬宴的現場 到底現在的情況下 跟過去大家印象中又臭 然後這個所謂的零幣設施的 這個豬場 其實是已經有一些的 不一樣的一些改善的一些變化 其實台灣的豬農 其實有一部分豬農 也是蠻積極的在提升 自己的產業向上的 那其實這個是大家在消費者端 比較少看到的 其實這次的報導 惠君比較負責的部分 是在探討我們台灣豬品牌 究竟能夠有沒有那樣的一個競爭力 跟所謂國外的品牌豬 能夠有一較高下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我們會再來請問這個惠君 那我覺得回到康康 康康我想跟你聊一下 就是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是政府一直不斷在 希望民眾能夠理解 我們的溫體豬很強 溫體豬很好吃 它能夠對抗美豬 大家不用擔心 甚至很多做菜的媽媽 她可能從來也沒有想過 除了市場以外 我會去買到其他的豬肉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台灣的溫體豬 真的有這麼強嗎 其實這個問題很有趣喔 因為的確不要說是媽媽們喔 你就問很多台灣多數的民眾 就是吃豬肉要去哪裡買 大概其實根據我們看 政府的資料或是業者的統計 其實台灣的豬肉 有七成的消費 都是從傳統市場買 所以可見就是 即便現在可能 隨著消費習慣的改變 但是在豬肉這一塊 多數還是會去 傳統市場購買 所謂的溫體豬 那民眾為什麼會喜歡溫體豬呢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 溫體豬新鮮 然後有點溫度 好像代表它是現在的 就是剛從屠宰場 運送出來的很新鮮這樣子 然後比較沒有腥味 因為它是完全放血的 所以這是一般台灣的民眾 對於我們本土的溫體豬 很自豪的地方 可是其實我們這次 走訪了蠻多的 不要說是學者專家 然後我們也問了農委會 甚至其實我們也問了豬農 就豬農本身 他們其實自己都說 的確台灣的本土的溫體豬 可能好吃 但是消費者其實忽略的是說 他整個從屠宰的過程 然後整個運送的過程 到你那一塊溫體豬 送到你的傳統市場肉攤上 他可能經歷了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符合 所謂的安全的標準這件事情 就它裡面的生菌素 講誇張一點啦 其實有消息 有受訪者跟我們說 搞不好真的比麻糖的細菌 還要多 對雖然這句話 我們的文章一PO在 Facebook上面 引起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網友的不滿 跟討論這樣 但其實從科學的分析來說 的確是 它並不是那麼的衛生 跟那麼的乾淨的 當然你吃了不會說 立即的不舒服 或是拉肚子 可你如果真的以比較嚴格的 食安標準去檢視 它其實有很大的改善 改善空間 對所以回到剛剛若梅說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 溫體豬一定不好 然後進口的美豬一定好棒棒 我們只是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 其實台灣的整個養豬產業 或是整個豬的產業 藉由這個美豬開放的時間點 我們來做一個全盤的檢視 從可能最早的育種 然後到飼養 然後以及屠宰 分切加工 甚至後續的銷售環節 我們有沒有哪些 是可以提升跟改進的地方 剛剛剛剛就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從在探討 瘦肉精的這個食安高標準來看 照理講 我們應該是非常重視 食安這個議題 但是我們回歸到一個 傳統市場溫體豬 究竟胃部衛生 溫度到底有沒有控管好 這件事 它同樣是食安 從這個問題來切入 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好像 對於這兩件事情 我們的標準有點沒有統一 可是如果你今天都要回歸到一個 高標準來看的時候 比較科學的方式來看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現在大家七成的民眾 在吃著這個所謂 大家覺得好吃的溫體豬 其實是會有食安風險在裡面的 那我覺得講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讓康康可以來跟我們提一下 其實我們這次整個採訪團隊 其實我們三個人一起 我們從最初的這個養殖場 然後到屠宰場 然後到後面最後的市場 我們大家看到這整個一條鏈 特別說這個溫體豬 一塊豬肉的這個運送的一個過程 那康康可以來幫我們講一下 所謂從這個產業鏈最早的開頭 是從什麼樣子都開啟 然後那個養殖的環境是怎麼樣 然後經過到這個屠宰場的過程 對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有聽 就是前台唐的董事長 黃玉珍黃董事長提到 因為台唐其實是台灣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養豬的 他很大的事業是養豬 那他其實有跟我們分享到 其實從最源頭的 我們說牧場端 他就有印象說 他在剛接任台唐董事長的時候 其實去參觀過一個養豬戶 那當然就是養豬 豬農其實之前就提醒他說 要穿防護衣 要消毒 怕豬生病 但他沒想到 他的防護措施全部做好之後呢 走到那個牧場 結果發現牧場是一個半露天的牧場 那可能裡面還有狗貓在跑 然後還有鳥會飛進去 那到底為何要成功戶衣 對 他就是跟我們還原這個場景 是想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他滿訝異的 就其實在台灣 不管我們說是 雲林是台灣最大的養豬縣市 或是屏東是第二大的養豬縣市 其實還是存在著不少 中小型的養豬戶 其實是用一種比較個體式 比較傳統的方式在養豬 其實我覺得這有時候 是一種非戰之罪啦 因為其實台灣的農業 多數是小農 其實農夫們 租農們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錢跟資本 可以去做整個牧場的改善 或是整修 那他們其實就是一直 沿襲過去的方式在養豬 所以也不能說 全然怪他們不思長盡 有時候就是他可以投入的成本 或資源就是這樣 只是那時候就是 黃昀哲黃董事長用 就是他其實滿驚訝的 原來台灣現在還是存在著 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從源頭的牧場端 如果要跟國際相比 其實我們就是有滿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其實國際 不管說是丹麥 或是這次開放的美國 其實他們都是走到一個 比較現代化 或者是規模化的養豬方式 那再來第二站 就是大家可能理解 就是朱經過一百多天的養殖 長大之後 其實他就會進入所謂的交易 買賣的環節 那這次我們也實際走訪了 所謂的肉品市場 去看就是大家吃的豬 是怎麼被拍賣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其實包含我們自己的總編輯 他看了照片也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吃的溫體豬 是這樣子被交易的 就大家可能沒有想過 就是說一隻豬到底值多少錢呢 他是每天早上 可能從牧場 再運到肉品市場 然後下午一點左右開始 就是每隻豬會排隊 然後經過一個走秀的過程 那就是所有的肉商 就豬肉商會坐在一個 很像階梯式的看台上 就是看著每一隻豬 然後競標拍賣 喊價這樣子 那真的是一隻豬一隻豬 這樣子的競標拍賣 那價格好的豬就有人買 那體型不好的豬 或看起來很瘦 甚至是生病的豬 可能就沒有人買 所以真的是經過一個這樣子 就是走秀拍賣的環節 那拍賣的標準 就是看豬的體型 豬的外型 對那可能白豬黑豬的價格又不同 大隻小隻又不同 我覺得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就像剛剛主持人說 還有慧君有提到 其實我們吃很多豬肉 但不一定真的看過那麼多的豬 在我們面前走路這樣子 對那拍賣完之後 其實豬就會在拍賣場的後方等待 就迎接他們人 豬豬的一生的最後的時光 剛剛講到這邊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做這個拍賣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活體拍賣 跟所謂國際間是用土體 所謂土體是已經宰殺過後的部位 來做評級 這是不一樣的 對那講到這個地方 我想讓我們的聽眾朋友來聽一下 就是說之前我們都已經有提到 其實豬是一個群體的動物 所以但是當他在走這個走秀台 我們就很像是一個人類走秀 這個踢台的概念是一樣 只是旁邊有欄杆 因為怕他亂跑 就是說當他是要一隻豬走出去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一個非常驚恐的一個狀態 其實很害怕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都會去撞到這個鐵欄杆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想要來放一小段 這個我們在現場錄製的聲音 給我們的聽眾朋友聽聽看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小心服用 因為這個聲音有一點讓你覺得驚恐 我們來聽一下 剛剛聽眾朋友聽到的 其實就是在非常現實寫實的 在這個肉品交易市場拍賣的過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豬在在一個人的時候 因為第一個擁擠 他要從這個細瀏覽 然後變成一隻走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彼此的衝撞 然後會發出很驚恐的聲音 那另外還有包含了 剛剛也在現場 我們在現場看到了 因為有些豬就太緊張 他還沒有被屠宰 他先心臟病 類心臟病發作的這種緊迫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現場就先被宰殺 這個叫做一個集宰 剛剛幫幫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集宰的動作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 台灣的豬 他其實是需要經過 這樣活體拍賣的過程 那豬在從養殖 就是牧場送到肉品市場的過程中 其實是一個蠻長的旅途 尤其台灣因為 北部還是一個消費人口最多的市場 所以其實養豬的縣市都在中南部 有些豬他其實是會從南部運到北部 或從中部運到北部去拍賣 那聽眾朋友可以想像說 一隻豬 他在卡車上 經過了兩三個小時 甚至三四個小時 那麼長的一個旅程 那豬當然跟人一樣 他在車上也會緊張 然後也會不舒服 然後夏天又很熱 所以確實我們那時候 在肉品市場就看到 就有一隻豬他其實被送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是說他有點緊迫 那有點就可能是像人的中風嗎 或是心臟病發的那種狀況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辦法 經過正常的拍賣流程被拍賣 所以現場的獸醫跟工作人員 當場發現他這個狀況 然後判定他是緊迫的時候 其實就緊急把他拖到場邊 那時候我們的同事呢 就有看到這隻豬的鼻子跟屁股 就各配用那種鐵鉤勾起來 然後就拖到場邊 然後進行一個就是緊急屠宰的過程 那這個用意其實是因為豬如果在拍賣市場 死掉了之後 他其實是要報廢的 但是他如果敢在死掉之前先行即載 他其實還是可以賣的 對豬種來說不會有損失 對 但他可能當然是價格比較低 可是至少他不會必須要報廢一隻豬 那那個過程對我們看到其實就滿驚訝 我們沒有想到說 原來其實台灣的整個溫體豬的運送的流程 跟拍賣的過程其實並不是那麼的符合所謂歐美在提倡的動物人道跟動物權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現場看到有嚇嗎 我是沒有看到那個集載的過程 但我們同事看到就是覺得滿驚訝的 那我想不光是集載 我覺得光是在這個走秀 然後你看到這個豬豬那麼驚嚇那種感覺 我相信我們大家所有在現場看 你都會有一種同理的感覺 就是你自己的心臟好像也跟著跳動開始變得比較快速起來 那其實在這個現場的拍賣過程 其實剛剛剛剛有提到說所有這個競價 這個所謂不管是這個代理商也好 或這個競標者也好 他就會坐在這個階梯台上 他們旁邊就是一個競價器 只要他每按一下就是多兩毛錢 然後就是用這樣競價來拍賣的過程 那這個起標價就是賣這個豬豬也是有一個拍賣官 他會看這個豬豬的外型 然後狀況先給他定一個起標價 然後下面的人大家來競標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這個活體拍賣交易的一個過程 那接下來下一步 確定好了哪些豬是哪一些的承銷商來買之後 他就必須要進到這個屠宰場 那有一些是現場有屠宰場 那有一些他可能又要 其實很好笑 我們從南部把豬運到了北部來買 然後呢他可能又要回到南部去屠宰 所以這整個過程你會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比較傳統 或是說我們可以直接講 可能真的是有一點點落後的一個方式 那進到了屠宰場之後 其實震撼教育對我們來說 對自己來講 剛剛要不說一下 可能一兩個小時前才剛屠宰完豬的那個屠宰場 你都會看到地上還有那個豬的蹄嗎 還是指甲 指甲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有那種很像人肉叉燒包裡面的那種場景 其實蠻像還有那種血的味道 對但是其實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台灣人喜歡吃溫體豬 是因為他有經過充分放血這件事 那就是肉叮市場的工作人員也有跟我們解釋說 其實豬他在被屠宰前 他其實是會被倒掛著 倒掛在鐵鉤上 然後會經歷過一個就是電極集溫的過程 但是他其實被 他其實被就是暈過去 他並不會真的完全失去知覺 因為所謂的放血完全呢 其實就是要讓他的心臟還是可以充分的跳動 讓他掙扎 所以他的血才會完全放乾淨 對那他其實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就是被宰殺 那其實肉叮市場的工作人員也有跟我們說 其實屠宰也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 跟吃重的工作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是交給外籍移工 來做這件事情 對那很辛苦 因為畢竟豬那麼大隻 然後你要真的這樣子實際的屠宰他 然後宰完之後 還要用熱水脫毛 然後還要經過很多的處理 所以的確聽到這個過程 就會覺得說 哇其實 就是各位聽眾朋友 吃到那一口好吃的溫體豬 其實背後的過程 其實是蠻辛苦的 而且代價其實也是蠻大的 剛剛這邊就是提到了說 我們很多人 大家喜歡去傳統市場買溫體豬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覺得它好吃 而且沒有那些臭臭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很新鮮 然後重點就是因為覺得 這個我們的血是放得很乾淨的 而且我們的豬都是被淹過的 但是你就會發現 其實在這個屠宰 原來我們覺得好吃的關鍵 在於放血放得乾淨 這個乾淨的原油 而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其實因為我們這次的這個採訪 是整個的平面跟影像團隊 我們都大家一起行動 那其實我們在拍攝的這邊 其實是我們有看到 其實現場在有豬被屠宰 但是當然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距離 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一隻豬 它的後腿就是被倒掛在這個鉤子上面 然後這個其實鮮血就是這樣 直接這樣子的流下來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因為我們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大家很愛吃豬血 所以其實這種倒掛式的都是一個比較傳統 因為比較先進的 它是一種把你夹住 頭比較高 那你的尾部就會比較低 所以當你的這些糞便屎尿 就不會跟這些豬血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過程 還是是比較傳統 那同時為什麼要這樣子來做 我們也有這個業者 其實有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只是當然因為他不具名 所以我們幫他的聲音做了一點處理 我們也來聽一下這段訪問 他要把身體裡面血管的血放乾淨 你基本上還是要靠他的心臟的壓縮 把血壓出來 這樣子的時候 他的放血的速度會快 也放得比較乾淨 那一般在這樣的肉 在吃起來或煮起來 那個血腥味也會比較淡 這個也就是一般土宰葉 跟消費者在追求的口感 就比較過不到人道的方面 那假設他已經電一暈了之後 那麼這個放血的情況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放血的速度會比較慢 放得也不是那麼乾淨一點 那目前在屠宰場裡面 大概都會按照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觀念在操作放血這個動作 剛剛我們聽到的 其實是這個豬肉的業者 有跟我們提到說 其實我們大家覺得 溫體豬好吃的一個關鍵在放血 但是其實放血的過程 其實是像這樣 照理講正常的流程 是應該要把它先電及電暈了之後 再來進行放血 但是因為大家為了要追求放血 放得乾淨 以及速度能夠更快 還是是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大家覺得 一塊溫體豬好吃 它背後其實有很多 我們看不到的事情 那回過頭來 我們這也是我們做這個報導 很重要的一個初衷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希望 我們的台灣豬有競爭力 除了我們所謂感性的 覺得好吃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去提升的 那另外其實講到這個 我覺得還是想要聽聽看 兩位記者的想法 就是你們經過這個採訪 我覺得剛剛你剛剛看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心裡有留下陰影嗎 其實還好欸 我覺得倒沒有留下特別的陰影 不會說看完之後 等會馬上去來了一盤黑牌 其實沒有 就是我們有同事也是 他沒有去到現場 但看到照片 他也說什麼 可能一個月 還是三個月不敢吃豬肉 但我個人是還好 你就是冷靜 最近還是適合 沒有還是照吃 就是正常正常 對 所以就是還 對你來說還OK 比較理性的看待這個過程 對 那慧君呢 慧君比較沒有看到 那麼多殘忍的過程 還是其實你也有 其實我之前的採訪經驗 是有看過類似的 像是拍賣這些過程 那其實 因為我本身還滿愛吃豬肉的 我是豬肉肉食愛好者 這樣子 所以你本來就很愛吃豬肉 很愛吃豬肉 但其實我認為吃肉 對於肉品 他可能自己都要有一些提认說 我們是因為殘害生命 才有這些肉品可以吃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一次的採訪經驗 反而是 看到滿多人 為了這個產業努力 那可能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的 讓這個產業提升 那這麼多的努力下 其實我更希望說 我們是帶著感恩的心 在吃餐桌上的豬肉 因為看過了之後 想法 就是我還是會吃 但是我們的可能 在吃的過程當中 想法就會有一些不同 可能會有更多一些 留意的地方 包含衛生 冷鏈這些 可能都是我們要共同 督促大家 讓產業提升的關鍵 好 今天講到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知道說 因為惠君主要採訪的東西是 我們希望是說 既然我們 如果今天面對競爭 是已經目以沉舟 沒有辦法去避免 但是我們要如何 能夠去提升 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然後有機會 不管是要跟國外競爭 甚至是我們就算是 只要做內需市場 不管要出口也好 但是我光做內需市場 我們都應該要把這件事情 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會回來 我們就請惠君來幫我們分享 在品牌豬這件事情 究竟有贏嗎 歡迎回到天下雜誌 Podcast 今天下的新節目 貝克街1981 我們剛剛聊到了 這次我們的一個封面故事 在談台灣豬 究竟要怎麼樣提升 我們的競爭力 來面對美豬的叩關 剛剛前面講到了說 其實我們溫體豬 很多背後的一些 好吃背後的秘密 跟它的一些迷思 但是我們接下來 想要來聊聊跟談一談 是台灣做這個品牌豬 究竟有沒有可能 我先從一個消費者的觀點 來講好了 就以前台灣 大家都知道台灣人愛吃豬 甚至我們這豬肉的消費量 是有到全世界前幾名 這樣子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吃豬肉的同時 你並不會在意說 它的產地在哪裡 它的品牌是什麼 這相較於我們大家在吃的一些 比如說是像國外的一些民豬 像是日本的鹿兒島黑豬 然後西班牙的伊比利豬 這些都是世界的非常知名 頂級的豬肉肉品 那相較之下台灣人愛吃豬 但是卻不知道自己的吃的豬 是出自於哪裡 有哪一些品牌故事 那藉由這一次的採訪機會 其實也蠻感動的 看到真的是台灣是蠻多一些農業團隊 其實是嘗試想要轉型 讓我們的豬肉要如何提升的價值 不只是走一個價格的一個鴻海策略 它走的是一個品牌 走的是想一個品牌的故事的一個藍海策略 對啊 這個其實是蠻感動的 知道說在地有蠻多人在為了這個產業 不斷的精進不斷的努力這樣子 不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採訪的過程 也會感覺到說 好像我們平常吃豬肉 我們會強調它是什麼等級 Prime啊或是什麼 可是我們幾乎天天在吃豬肉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人在留意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也是說 如果未來台灣豬真的要有機會 走向品牌化的話 你至少要讓大家先認識 可能豬的部位或是豬肉的等級 是 我想豬肉部位應該蠻多 大家有在上市場 或媽媽應該多多少都知道 一些豬肉一些部位 但其實現在蠻多的 大家到超市啊 或說到一些市場都有人在標榜說 我這邊是哪裡的安心豬 或說一些標榜一些香草豬等等的 但是其實大家講說這個品牌啊 第一個很多人都強調 無藥無殘留 但是大家想想這個不是應該是最基本的嗎 安心安全這些食安的議題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了一些屠宰的 冷鏈的一些保存的一些議題啊 其實這些都應該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要拿什麼去跟國外的一些些名牌豬 品牌豬來對抗呢 那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呢 不是安心 而是在於你的風味 你的美味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提升你的美味程度 其實才是做品牌的一個關鍵 你有沒有採訪了哪一個品牌 你覺得他非常值得來說說他的故事 其實這一次旅程中 其實採訪了蠻多的一些品牌 跟品牌廠商有在聊天啦 那其實我對於 我有親自採訪的那個福壽的董事長 紅董事長 那大家知道福壽是做油品啊 做飼料起家嘛 那他們想要這種百年的 這種歷史很悠久的品牌 想要轉型做這個牧草豬 對啊 其實跟他聊 他談到這些國外品牌 一比一豬 他其實很憤恨不平的 他覺得 明明我們自家的豬肉 品質是不輸給人家 但是為什麼價錢差了這麼多 名聲差了這麼多 對啊 其實關鍵就是在於說 我們台灣可能很會養豬 我們養豬的技巧很好 然後養豬的豬肉很好吃 但是我們不會做品牌 我們不會做行銷 這是我想大家 蠻多的做品牌的商 品牌豬農啊 而且遇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 在行銷的部分 所以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價值感 把它拉上來 可能就是除了我們前端 剛剛我們前面講的這些 過去的傳統的養殖法 或者是整個屠宰的過程 拍賣過程 未來有機會可以提升 之外 同時接下來的行銷也很重要 但是我知道 剛剛是不是 我們也有去採訪了 像舊好豬 還有就是這個三元牧場 過去我們其實有聽過 就是小英 那個時候剛上任的時候 國燕用了一個 在雲林的這個樂活豬 但是就算是有國燕加持 它最後還是收起來了 品牌真的就是這麼難做嗎 因為其實 這應該說 對台灣企業來說 台灣企業本來就不擅長 經營品牌這件事情 因為當然這要追跟數人講 可以講很多 也不一定只是限縮在豬的 這個產業啦 對那因為其實對於 尤其是我們去了三元牧場 就是跟那個陳博士 就是牧場主人聊 他其實也有提到這個困境 因為他說其實他 過去養了二十幾年的豬 甚至更久 可是他其實只懂的 就是如何養豬 把豬養好 但是當他要跨路 去做品牌跟行銷的時候 第一他可能沒有這樣的 背景知識跟know how 他也沒有這樣的人 因為他們就是一對夫妻 然後在牧場養豬 所以他變成自己 想要去經營品牌 甚至通路的時候 他即便有錢可以投入 但他可能沒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專業 那因為農業 其實也比較難找到 年輕人進來 所以就等於是說 他自己努力嘗試了幾年 雖然理念很好 他的理念其實是想把歐洲 因為他是留學德國的博士 他想把他在歐洲 看到那種很高級的露鋪 就是搬來台灣 這本來是他的一個 很美好的一個夢想 一個夢想 但其實試了幾年之後 他發現真的是太辛苦 而且其實並沒有那麼好賺 據他跟我們說 他其實投入了將近上億元 才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後來應該也都是 並不是那麼划算 所以他後來其實也把品牌 跟通路的事業收掉了 就是專心的 還是進行牧場 把豬養好 然後把豬也是透過拍賣的流程 賣給業者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也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確實如果你是從一個 單純養豬戶的角度 你要跨到下游 去經營品牌跟通路 其實是很困難 很困難 對 那剛剛像洛梅提到舊好豬 其實舊好豬比較特別 這個是還在努力當中 對 因為他 他其實也不太一樣 因為他背後的公司 其實是翔浦實業 那翔浦在 惠君應該比我更清楚 因為翔浦其實在台灣是做 應該是動物營養品 所以他們其實是一個 比較有資本 比較有規模化的企業 那當然是因為 二代接班之後 就是我們訪問了 他們現在的營運長 就是Kevin 就是吳季剛的哥哥 對 他們家兩兄弟都很優秀 對 他其實是 當然是回家裡 接了這個事業之後 他年輕人嘛 就是對於做品牌 做創新 比較有興趣 也比較有想法 所以他就想說 那既然他們家 有這樣的背景跟資源 他有沒有辦法 在租這一塊 其實是往下游走 就離消費者更接近 所以他們也投入了 就是也是上億元 自己真的是做符合 我們剛剛提到 國際的冷裂標準 國際的分切工廠的標準 這樣子的一個工廠 然後也自己做了品牌 那通路的話 他其實是先跟台北 或者跟一些都會區 比較高級的餐廳合作 先走B2B的這個通路 因為他也知道說 你一開始就要跟 台灣的消費者 去溝通 我要花那麼貴的錢 買一個品牌豬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他反而是先 從高檔的餐廳這一塊 去切入去左手這樣子 不過嚴格說起來 他們的豬也沒那麼貴 可是但是對於大家 平常傳統 我們已經習慣了 在市場的那種價格的時候 我覺得豬是便宜的 對 就是好像我日常生活 天天都可以吃的東西 你好像要多花一點錢 去買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好像跟於消費者 溝通的過程 其實對於企業來說 都是辛苦的 對 是啊 這個市場最後 這決定權 還是在消費者的手上 所以其實在企業的 不斷轉型的 轉型的這個路程上 其實他們還是會 不停的嘗試 包含剛剛講的香浦 他們也是從通路 通路開始著手 包含之前講的一些 青年豬農 像新增風黑豬 他們也是選擇 跟一些有信誉的一些 通路啊 廠商來合作 就我剛剛提到 其實單打獨豆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像三元牧場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單打獨豆 其實要成功的機率 其實真的不高 蠻多的我們受訪者 這次在採訪過程中都提到 其實合作的重要性 不要自己想要自己 做一個小農品牌 這個真的太困難了 對 從上到下 真的全部一手包辦 其實真的是比較辛苦 但我想最後聊聊看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也都採訪了這個品牌豬嘛 兩位有吃了什麼特別的豬 讓你覺得印象深刻嗎 你說平常嗎 其實確實必須自己承認 我對於豬的認知 好像的確還沒有到 就是看到產地 或是品牌這一端 可是因為我也不是一個老套啦 我個人都會吃 反而沒有那麼講究 所以其實對我而言 我是還蠻愛吃松阪豬的 但後來也才聽說 好像松阪豬 其實很多也都是進口豬肉 包含大家如果去那種餐廳 吃什麼戰斧豬排 那其實也都是進口的 對 所以其實這次也有台灣的豬農 就是年輕一點的豬農 跟我們說他其實也很擔心 不只是美豬開放 含萊季的美豬開放這件事 其實他也覺得 年輕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在改變 因為其實像美豬 或丹麥豬或西班牙豬 他們進口進來的豬肉 其實是很規格化的 那對於餐廳這種業者來講 好處理 我是很好處理的 對 雖然我們現在覺得溫體豬 好像還是有超過七成的 這樣的優勢 但那位年輕的豬農 其實也跟我們說 他覺得放長期來看 其實不一定 因為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飲食習慣也是會改變 所以他也會擔心說 我今天未來這些 新一代的消費習慣改變之後 他是不是有可能 就選擇非溫體豬 那非溫體豬他去餐廳 可能更習慣吃的是一種 真的進口 如果再加上 如果未來關稅的問題 他確實還是是對我們的豬農 會有產生不小的一個影響 大家還是會擔心 那慧君呢 你有吃到什麼讓你覺得 特別值得一說的豬肉嗎 喜歡嘗鮮的消費者 包含在超市購物的時候 如果看到一些新品牌 貼的不一樣貼紙的豬肉 其實我都會特別去留意一下 它到底有什麼樣一些 跟別的豬肉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你憑什麼賣比較貴 那以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其實常常 比如說我們現在日式豬排店 其實都可以看到 像日式豬排店 可以看到大臣的同德黑豬 或說可以看到花蓮的蓮珍豬 像我前兩天去吃了一個 新加坡的肉骨茶品牌 它就是使用了我們的舊好豬 對其實吃起來的感覺 特別是在經過這次採訪之後 吃起來會更有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台灣的豬的競爭力 其實你說故事的能力很重要 包含就是我看到這些舊好豬 或者說再看到大臣同德黑豬 我其實在他們在餐廳的menu上面 就會有一些介紹 這些的豬肉可能它的品種 它的飼養環境 或者說它的飼料 吃了什麼樣的飼料 你可能吃了一些比較特殊的飼料 其實都可以幫助你就是規劃出 這樣的品牌的故事 其實對消費者來說 這個其實是有吸引力的 或者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讓我想到說 其實這一次因為這個競爭進來了之後 大家也在考慮到說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豬肉的產銷履歷上面 是不是應該政府應該要做的更完善一些 是啊其實這個其實應該算是最基本 就跟剛剛的食安 這個食安的議題是一樣的 就是安心這最基本 那你可以安心的要件 就是說你可以追溯到 包含你是在哪一個地方生產 哪一個牧場生產 甚至哪一隻豬肉生產 其實都可以拿一個 哪一棟的豬舍生產出來的豬隻 其實都應該清清楚楚可以溯源 這樣其實是可以非常幫助說 我們知道吃的是從哪裡來的豬肉 那其實間接來說 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個牧場的一些環境 包含私域的環境 吃的飼料等等的 那以及這個牧場的可能一些理念 這些其實都可以讓我們這個 可以更安心的吃到這一塊豬肉 不過我同時也想到一個問題啦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今天能夠把這個產銷利利做好 就會讓民眾不會吃到 有含萊劑的美國豬肉 但是同時衍生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有些豬還是吃廚餘的 所以如果一旦吃了廚餘 還是有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要說 這個事情其實都有太多的問題 它必須要很細緻的來探討 政府其實要做的事情 還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後我想要問剛剛是說 包含了我們這次做了這個封面 其實外面有很多的回饋 然後當然我們剛剛也接受到說 覺得說我們在 不管是為護航也好 但其實我們並不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麼一些話 想要對我們的 不管是讀者跟聽眾講 嗯我覺得對我自己而言的一個收穫 是說其實農業 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喔 因為坦白說 我自己並不是一個 主要負責農業產業的記者 當然我是負責產業 比如製造業或科技也比較多 那接觸農業的議題 我覺得農業因為它與政治 尤其地方政治息息相關 那裡面其實又牽涉到 譬如說比較年長的豬農 跟年輕的豬農的意見又不同 那協會跟協會之間意見不同 可能又跟地方政治跟議員 都會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其實當然這個題目 我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的籌備 跟採訪研究 但如果有更長的時間 我覺得其實它有很多共面 可以去討論 包含其實到底 這次年輕豬農也有跟我們提到 他們其實是蠻希望 他們其實並不是反對進口 他們的立場其實跟我們蠻相近的 他們其實也覺得 這是一個台灣豬產業改革 轉型的契機 對的契機 但他確實也坦誠說 每次他們這樣一講 其實老一輩的豬農 就長輩其實都會反盤 對就會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要消滅傳統市場 就問題豬有什麼不好嗎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所以其實光一個養豬產業內的 各方利益的想法就很不一樣 那這的確是我覺得如果 當然一個報導一定都有更好的空間 如果有更多時間 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記者 會很想要再去深入了解的 還有它跟地方政治的關係 尤其美豬這個議題很不一樣 是它又牽涉到台美的關係 對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個作為記者 個人的一個想法跟心得吧 但如果說跟讀者溝通的話 確實剛剛就像洛美提到 因為豬是台灣人最重要 也是最大眾的肉類攝取來源 所以它是一個很熟悉的食材 那大家當然對溫體豬有很多的情感 那的確我們這次雖然說 溫體豬有很多需要改革 需要改進的地方 然後讀者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 那我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至少讓大家開始關注了這個議題 那我們也沒有說傳統市場不好 也沒有說溫體豬不好 那確實其實像國外 他們也還是有傳統市場 可是他還是可以經過一個 在一個冷藏的狀況之下 對 冷藏的過程中 然後讓消費者挑選 對 並不是說傳統就是不好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也想要跟讀者分享的一個想法這樣子 沒錯 其實就是一個報導 絕對不是報導做完 然後這件事情好像就解決沒有 其實你會發現背後還有各式各 更多的這個議題會衍生出來 但是當然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其實就是不斷的去 持續follow up這些問題 然後大家能夠提供一個平台 大家一起來討論 就像其實也因為這次美洲的事情 所以大家很多人說 至少大家開始討論了 不會說我們就吃完就沒事了 大家開始去想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我們這次的內容 也希望說我們透過Podcast方式 讓大家來看我們 了解我們這次做的封面故事的內容 那當然其實因為我們討論東西非常多 所以也希望歡迎大家能夠看我們 707起天下雜誌 英戰美豬 台灣怎麼贏 希望我們大家好好來看 我們到底台灣要怎麼樣來 占贏美豬這件事情 另外同時我們也有影像專題的系列報導 大家都可以follow我們天下 還有天下影視中心這樣的粉專 但是同時最後我想要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上次貝克街1981在第一集節目上線之後 立刻就有聽眾來回饋留言 他說是一位叫做CCCCJR的聽眾 他說他期待更多新的揭秘 然後他說調查小組辛苦你們了 謝謝謝謝 我們做一些大家有回饋 謝謝這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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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聽眾 如果你喜歡貝克街1981的節目 可以在各大的Podcast平台上面 要訂閱聽天下 只要你訂閱 接下來我們所有新的節目 都會有通知讓你知道 或者是你可以下載天下雜誌的APP 因為我們在這個Podcast平台上 是把所有各類型的節目 它是必須混在一起的 那我們在我們自己這個天下雜誌的APP 我們就是把節目做了分類 希望給大家比較好的一個聽覺的體驗 然後當然歡迎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都可以在Apple Podcast上留言 或是我們在這個單集的介紹上面 有留下了我們這個回饋的信箱 大家都可以寄信給我們 然後希望重點是我們做內容很辛苦 我們這個天下雜誌說的內容 希望大家都能夠多看 然後多聽 然後也可以看影片 好那我們今天貝克街1981第二集的節目 就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